咳咳 医药白宝箱 让你健健康康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医药白宝箱 我是胡美剑 在今天我们再次和过敏专科医师 林陈欣林大夫一块进行接下来的节目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一起关心 我们先欢迎林大夫 Hello Dr.林你早 欢迎参加 早 主声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早 欢迎Dr.林参加 在今天呢 要和林陈欣林大夫呢 讨论也是以我们听众朋友 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我们先和Dr.林来讨论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挺听话的 非常的听话 Dr.林介绍 在特别谈到在FDA 新release出来的这些过敏药 包括了点眼睛的 眼睛的这个eye drops 还有这个nasal spray 我们讲这个喷鼻子的药 我们的听众呢 都去购买了 然后也都在使用 但是呢 有听众有不同的问题回来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借由这些问题 先和林陈欣林大夫来讨论 请林大夫为大家先做个分析 回答一下 好吗 好 好 我们有几位听众啊 我们先从这个Astapro 这个是我记得大概三四个月前 Dr.林你提过的是关于喷鼻子的过敏药 FDA也就是最新release出来 不需要处方了 可以直接overcounter去买 那么在这一个呢 我们听众呢 很仔细 他买了药以后呢 就看了他的说明 这个instruction怎么用 以往林大夫都说 告诉我们这个 这个nasal spray啊 要往鼻 你在鼻孔里边 你在两侧啊 在你的两侧 这样子要往外的两侧去喷 而不是直接对着我们的鼻管啊 鼻腔这样子直喷上去 那么我想我们朋友们 大家都很清楚正确使用 nasal spray的方式 可是我们的听众啊 就有两位听众就说 他们读了以后 就我那一个Astapro上面讲的 请你对着直直 对着你的鼻腔 直的stray 这样子喷 他们看了以后就说 不对啊 不应该这样子啊 不是应该朝两侧吗 再三的去看了一下 那个instruction 的确那个instruction 是告诉他们 是直的往鼻腔里边 直的往上喷 就等于喷到了 我们的气管鼻管里去了 所以我们就 有两位听众就打电话了 就问 这个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怎么跟林大夫讲的不一样呢 还是这一个药 Astapro它本身就跟其他的 nasal spray不同 要用这样子的方式使用才正确 这是第一个跟nasal spray相关的 第二个问题呢 这另外一位听众就说 请问林大夫 nasal spray你这个新推荐的 FDA release出来的Astapro 怎么苦到要命呢 他就喷进去了以后 只想跳楼 什么东西喝糖 他说喝果汁 含糖都没有用 他连吞面包 他觉得吞下去了以后 没有多久那一个苦味 还都在咽喉 在他的舌头后边咽喉的地方 他说怎么会苦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什么中和他的办法 他说实在是 他说实在是苦的 要掉眼泪的那种感觉 他说我是个成人 我喷这个都可以苦到这样子 痛苦到这样 他说如果我让我家的孩子 也这样子喷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他说那这个药在 FDA release出来之后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方式 可以把这一种苦到要哭的 这个味道 可以稍微的冲一冲中和一下 所以这两个问题 先请林晨新林大夫 先来分析好吧 好的 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 稍微 这个 有点复杂 但是我尽量 把它缩减 然后希望 大家可以听得比较懂 好 那一般我们 在鼻子 你如果去看任何的鼻子 喷鸡 大部分我们在市面上所买的 是针对过敏性鼻炎 那当你有过敏性鼻炎的时候 其实你的软组织就是你鼻腔里面造成你鼻塞 或造成你流鼻水的那些软组织呢 它们其实是肿胀 所以在它们肿胀的时候呢 你往鼻腔喷 往鼻腔里面喷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直接就可以喷到 但是呢 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牵扯到FDA 它在写这些 写这些问题的 写这些label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说 说你如果鼻子肿跟不肿 你分别要怎么喷的大小程度 它没有办法写这么 它如果要写这么详细的话 它可能就不只是十几页 它可能要写十几页 所以我们一般在真正实际临床的经验的话 有些人他肿的很大 有些人他肿的其实不是很大 那他肿的不是很大 但是他还是造成很多临床症状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特别针对 那些不是那么大的软组织去喷那些喷剂呢 所以有时候你就是要把鼻子的喷喷 稍微侧一点 因为它那个软组织主要是在鼻腔的两侧 所以我们才会变成说是尽量叫大家稍微测一下 像一个V字形 一个尖锐的V字形 稍微往旁边两侧 因为中间其实是中间 大家应该知道中间有个叫鼻中阁的地方 那个鼻中阁其实是没有软组织 它就是一个墙壁而已 所以如果你是顺着直接的喷的话 第一你有可能会喷到鼻中阁 第二你顺着喷很多时候你的那个药呢 就直接像我们等一下会来讲的ASPRO 它就直接喷到鼻腔里面去的话 你很快你就会非常非常苦 所以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一般来讲会是这个像V字形这样子 稍微测的一下 往两边喷 那FDA因为它有它的label的限制 它还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跟你解释这种长边大论 这些其他这些叫做nuance 就是比较具体的这个详述 它没有办法做到像这样 所以它只能就是给你做一般的indication OK所以事实上的话就是 我们还是这样建议大家用V字形的 稍微测一些喷在鼻侧 有一个问题 我们有一位其中就有一位听众说 他喷完了以后 他大概比较敏感 他说他只要喷了这个nasal spray之后 就会猛打喷嚏 然后那个runny nose一样 就像水一样的会刺激 一直不停的流 一直不停 他就不停的我们讲醒鼻子 一直一直这样子弄 他说有时候会会这样子困扰 他会bottle它 这种情形会last个10分钟15分钟 甚至于有可能还会更久一点 他说那这个是否代表 他是白喷了 这种情形有没有 他说他应该不会是 他说我绝对不会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个 唯一的一个 他说一定还有很多的 他这样子 他说无道不孤 绝对会有其他人跟我一样 那么这些 他们这个族群 在这种情形下 这是否是白做了 我自己也有 有的时候呢 我自己也有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像 有的时候花粉严重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就已经痒了 然后你一下子喷进去 刺激到的时候 就是想打喷嚏 打了一两个喷嚏之后 也有一点流鼻水 那我个人的情况是 我会尽量稍微忍耐一点 撑个几分钟 然后呢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你只好醒出来 因为你不醒出来 你的鼻水也要流出来 对对对 他就是说跟水龙头一样 他说实在没有办法 然后我就会把它醒出来 那通常在那之后呢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药量 是有被吸收的 因为我明显就感觉到 这个方法有 就是鼻子的症状有改善 那如果说你 这个药 你试两次都是 试两三次都是这样的话 说不定其他的 试试看 其他的鼻子的喷嚏 说不定 或者是甚至口服的药 有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有些像 有一些像那个 他自己有加了一点点 那个alcohol 其实他不同的厂牌 其实还是有一些 微小的差异 可能你对这个特别的敏感 对其他的可能 不会特别的敏感 OK 但是呢 这位听众是说 他是 他是很 他说这一个要对他来讲 他说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他喷了以后 虽然挺 他说很痛苦 他说每天要喷这个药 说他都要struggle一段时间 他说因为喷完了 就不停地打喷气 不停地打喷气 鼻水一直不停地流 他要不停地醒鼻子 打喷气醒鼻子 他就这样子 痛苦大概要个 10到15分钟 才会calm下来 但是呢 之后他说他就 就等于是 他的allergy就control下来了 可是他每天得喷一次 那他就很痛苦 他就想 我想问的是说 因为其他 他以前试过别的药 不怎么行 所以这个药 这样子有用的话 他只是担心就是 他这样子长时间的 哈啾哈啾 醒鼻子 这几乎每天都会 喷了药 就会这样子 喷了药 就会这样 他说会不会对他造成 鼻痘炎 会不会适得其反 控制了他的allergy 却造成了另外的问题出来 一般来说我们的鼻子的喷击 在四面上都已经相当长了一段时间了 那从一般来说都不用讲临床这个试验 通常是不会导致你说会产生这个鼻痘炎的副作用 那如果你真的出现鼻痘炎的话 那也是不要喷 还是建议找医生看 因为你已经有感染的情况下 就不要再喷了 例如说鼻痘炎 你会出现那种黄色的鼻涕 就是有很多黄色的鼻涕的时候 那你就不要再喷了 因为大部分的鼻子的喷疾 还是一个局部型的免疫抑制 它是抑制过敏的反应 所以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黄色鼻涕的话 就尽量不要喷 然后去找医生看 可能会比较好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另外一位听众问的是说 它要怎么讲 double strength吧 要不光是它要双管或者多管齐下 它除了在喷这一个Nastal Spray 刚才我们讲的Aspel之外的话 它想问如果还是过敏 尤其在严重过敏季节 如果这个没有办法完全控制 它原来还吃的是口服的过敏药 我不大记得 它跟我讲的是X开头的 还是Z开头的 这两种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达特林 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 它可以两种药选择吗 我看了一下 一个好像叫Zertac 还有一个是什么XYZ 什么 对那个叫Dizel OK 这两种药如果我们这位听众说 在非常严重的过敏季节 或者这个环境里边 它可以使用Nastal Spray之外 再吃Eater这种口服的过敏药 可以混在一起使用吗 好的 那这边要先讲一下 如果是针对你只有鼻子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喷了鼻子的spray之后 再吃这个口服的抗 这个这两个药 Zertac跟Dizel都是抗主纹药 针对鼻子的情况之下 是不会有好转的 因为鼻子的在过敏的世界里面 局部的作用 永远都比系统性的作用还强 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OK 那尤其是如果你已经在喷Astapro 已经喷了Astapro 它本身就是一个抗主纹药物的 一个鼻子的喷击之下 你在不用抗主纹药物 针对你的鼻子 已经不会再有 更多的这个加成性的作用 因为你已经喷了 喷了一个这个鼻子的喷击 就是你已经用导弹 很准确的去轰炸之后 再上罗斯起子 你不会有什么帮助 有好的形容 所以如果你鼻子的喷击 没有效的的话 你可以搭配另外一种 例如说两种鼻子的喷击 就是来使用 但是这个要先 这个跟家庭医生 或者是先跟 共鸣科医生咨询一下 因为它是有 要两种不一样的这个mechanism 就是不一样的搭配 例如说Astapro 配其他的这个局部的技术 那个是要 每个人的剂量 可能都还不太一样 OK 是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喷 鼻子的喷击 这个我们常说 就是missile型的 这种target 已经喷到 100%喷到鼻子里面去的时候 你的口服药物的药效 其实是不太好的 因为你吃了口服药物 到底有多少吸收 到底有多少吸收的 跑到你的鼻子里面去 那你的鼻子的喷击 是100%喷进去的 所以它那个 在健加 是再加上去的 那个效果呢 其实就是不太好 是 好 谢谢林陈欣 林大夫 还有再解决这个 苦味的问题 对 我下面就是问 另外一位说 苦到要跳楼 苦到要哭了 他说实在是苦的受不了 很难过 很苦 OK 好 现在这个问题 还是要解决 那 当时我在 之前 几个月前 在介绍的时候 我特别有说 就是他会 就是他的 副作用呢 虽然其他的都没有 但是他有就是 他会导致苦味 那 他的苦味呢 其实呢 不瞒各位 他已经有尽量的在中和 你在市面上 你在市面上买的 那个Acepro 你如果去翻他的成分表 他已经有加了一个 甜味剂叫Splenda 在里面 那很可能他加的 不是他用错了Splenda 就是他买到仿冒的 一点都我们听众的那种脚法 他原本的 他原本的剂量叫做Acephorium Acephorium 那个还是不加 不加 就是没有加任何甜味剂的 我以 这个是医生厨房 那我以前用 我必须跟大家说 那个 真的 真的 真的非常的苦 所以在试过的那个之后呢 我对这次的出来的Acephorium 我自己还可以耐受 我自己觉得还OK 因为我可以 我以前知道 那个Acephorium 那个是真的 Excellent 那个真的是非常的苦 那特别要跟大家说 如果对苦味特别敏感 或是真的觉得太苦的朋友 那就不用试了 因为确实这个 你如果没有试过之前 这真的是会蛮苦的 那我们一般说 你鼻子的药物喷进去 到你鼻子的这个 黏膜啊 这些 它有一个叫做Clearance 就是它会清楚嘛 它鼻子一直都会有在 有在分泌清楚的这个过程 大概平均成年人的话 是10到15分钟 所以你喷进去之后 接下来这个10到15分钟 它一直在把这个药物 不断的不断的往后面送 所以你一直都会有 这个苦的这个现象 如果实在是真的很苦的话 那就还是换 其他白子的喷嚏 因为这个药物呢 没什么副作用 但是重点就是 它真的是很苦 哈哈哈哈 它已经是综合过了 它已经是综合过了 好我们这位听众 小孩的话也确实比较难了 这位朋友就 是 就不大容易啊 小朋友的话 要接受这么苦的药物 可能有一些问题了 可能有的 对 那个阿斯特林 就是不加苦味剂的 不加甜味剂的 不加甜味剂的 其实FDA核准 一直到两岁以下 到两岁以上 所以 但是呢 它核准是核准的 那个小朋友 是不是能不能接受 这才是个答问题 所以 有些人接受得了 有些人接受得不了 因为它确实 确实是比较苦 而且它已经是综合过 是综合过 但是呢 这一个 Aspel 的确 这个NASO新出来的 NASO Spray 这个鼻子的喷嚼 对于过敏 抗过敏 控制过敏 是真的还不错 效果还很明显 最起码我们接到 几位听众朋友 询问 都是说 效果很好 但是 有一些 它们的 伴随而来的 不完美的地方 包括了 它很苦 这一个 但是呢 试试看吧 不要是吞下去的糖 不要是 你买软糖 慢慢化的 或者呢 冰糖 冰糖也很 也很甜的 放在嘴里 慢慢化下去 没必可以 好 我刚刚接到 一位听众的电话 一个讯息 他说 现在 我们女生 有打耳洞 那么 她自己 打了鼻洞 有一个 鼻环 她就想问 这种情形下 会不会增加 她的过敏 因为她会 就好像一个戒指一样 或者说像一个 耳环 耳钉一样 在鼻腔 在鼻侧 她说 这种情形 使用 Astropro的话 这种 喷鼻剂 会不会有 顾忌 有没有要注意的 通常来讲的是 你 应该是 不会有 因为你在打鼻环 主要是在打 侧面 或者是你在打鼻中格的时候 其实都是靠前面 就是你 鼻环 重点是要让别人看得见 打在里面是看不见 所以 大部分的 都是在非常非常外侧的 所以 很多时候 你的那个 鼻子的喷镜 你放进去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 超过那个鼻环的 那个部位了 你喷的时候 其实根本就喷不到 所以 是不会有影响 所以不用担心 好 这位听众可以稍微放心了 好 另外呢 我想我们在结束 今天的讨论以前 要请林医师 看一下 我们在现在 已经进入夏天 不能够算是 严重的过敏季节了 但是呢 还是有不少听众呢 是有过敏的情形 而有听众在问的是说 他会有皮肤上的 小疹子 有的时候会突然 一下子皮肤 会突然有一块 好像有点小脱皮 然后痒痒的 他就会 overcounter买这个cortison 他说这样子的擦法 使用就是 突然一小块 有这样子小脱皮 圆圆的 痒痒的 他就是擦了cortison 他说要擦几次 还有呢 可不可以 这是不是一个 合适的方式 他不能够确定 他的 这是什么原因 但是他保证 绝对不是被虫咬 OK 好 那这边先跟大家讲 一般你在市面上 买到的是 hydrocollezone 1%的这个creme 那 他package insert 上面应该有 或是那个drug fact 他label上面会写得很清楚 大概是 一天一次 或是一天两次 跟他的这个strength 不同 他会有不同的 那就是照他那样子擦 然后一天都不会超过 这个一天两次的范围 那 主要你的皮疹 最主要的 其实一般来说 你擦这个hydrocollezone 都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只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他 那个皮疹 你是不是有 有没有变色 或者是他 你在网路上 你去打一个叫做 Ringworm 就是 戒指那个 戒指的虫 Ringworm OK 那主要就是 如果有 真菌性的感染的话 你擦那个就不太好了 因为你擦 它本身是一个激素嘛 所以它是一个免疫意识剂 所以如果你擦了hydrocollezone cream 你这个Ringworm呢 其实它是会变大 就是你这个真菌性感染会变大 所以 就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小特别 就是 如果你擦了没有改善 那就赶快要去找 医生给你去开抗真菌的药 OK 因为 如果你 唯一要担心的就是 如果你擦了之后 它不明有消退反应 越来越痒 或者是 越来越大 那很有可能是 真菌的感染 你就必须要用 抗真菌的 因为夏天到了 不只是过敏之外 这个 油汗流的多 会导致 真菌感染的几率增加 OK 好 我们在今天呢 现在时间 8点57分 再一次的 在今天的 医药百宝箱 结束以前 谢谢林成新 林大夫 为大家所带来的 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们也和林大夫 这个相约 下个月 我们要下一次 继续和林大夫 在空中继续讨论 谢谢林大夫 谢谢 下一次 我们继续讨论 好 谢谢 谢谢 下一次 欢迎订订